MING PAO TORROW 這套是一套迷你劇 Fox的迷你劇,名叫心淵 其實不是有鬼鬼怪怪的 是心裡的冤魂 因為其實是說香港的一些奇案 我以為意戀心的戲 永遠都是有一套寶 透過一套寶的眼睛 去破一些奇案 去替他們洗雪塵魚 我很早已經定了 我希望是影帝影后 第一時間我才覺得 我要找紅姐、葵英雄 去演戲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女性角色 她便說可以了 我寫好了 便讓我看 看完後我又覺得挺好 便開始創作我自己 Madam Bo的性格 浦飛鳳的角色是一個宅愛與仇 她在她的世界中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所以她查每一件案 她唯一的動機 或者唯一的方法 就是她要將真相推出 好… 你送到我一吋打死你 你幹甚麼?玩不起吧 亦有跟導演溝通 我想真的撇除女人的角度 我很早跟她說我要剪短頭髮 衣駕駛駛 交手給你特意出 只在西藏 我的言行舉動都像男人 不過我面對我丈夫的時候 我很女性 不代表我外表很女性 我內在很女性 但Madam Bo本身有一個特異功能 她是很敏銳的第六靈感的人 所以她查我很多時候 都是憑她自己的直覺 去追蹤一些線索 紅姐其實是一個沒有打的舉星 其實她是一個動作女演員的表表姐 你這樣就要… 我肯定會給她 但你一定會拿走 你再打死你 對 其實我們都跟她說 我要你打的 我要你有動作 她一開始就說 我還要打,我當然要 我說不再拍動作 之前拍錯的 有被弱打 亦有打鬥的場面 幸好她整體出來的玩意很漂亮 昨天也有一些公司出來 有些觀眾說 她在幾場打得很好看 她是一個人比她好看 在有幾場的聽說 她是一個人比她好看 她是一個人比她好看 她是一場的 她是一個人比她好看